比利时的小伙,上来就是疯狂的提速响弓,抱着冲击的心态,一次次对李的防守发起冲击 坚定的信念,不断的提速冲击,还真打出了惊人的观念分8分8逆转 而面对于如此的进攻压力,李氏如何带着腰伤,让自己翻盘拥有五名相见的机会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23年丹麦公开赛的赛场,我是光颖 李子佳在成功登顶了北极公开赛后,又继续征战丹麦 首轮遇见了比利时小将朱利安,那么两人是如何打得难分难解的 踩着上来,朱翔控网,以快推大鞋线拉开抓摆脱 相互一拨抓推 逐抓过度,以接杀弹斜线成功破坏连贯 反球杀球迫速朱鱼跃,以惊讳赛删球 中共,宁静去几命 自杀弹斜线成功破坏连贯进攻击 召唤 dział或是杀弹斜线成功破坏连贯的监裔 最后还是里的狂风烂炸,直接打穿 小猪这个防守增达是可以的,真的够顽强 猪连续控网中心抢攻机会 快速连贯杀上网 枪面天空扑打形成高表托 造成高表托 超高表托 西方的开始 以漂亮的擦身 高质量卸力改成列下的擦球 这就保护了注意的失败 这个截法是真的漂亮 攻击一定用速度冲击 击乎强年打连贯的进攻 你稳定居面 猪又是一个防缓发追身夜下 猪也是不信息 一次不行把他直接弹去第二次 往前回弓破坏节奏逼出起球 猪的急速确实不太有效果 而李则是选择改变节奏 揭发直接逼压 还真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一连续控我进去下压的机会 一连续控我进去下压的机会 你连续控我后又是控我抢弓 而就顶部压力抓过度一个滑板改变节奏 比就十位 猪防反 一倒地弹长时间破坏灵贯 想抓摆脱 李的身体素质还是好 是真的羡慕 猪想连贯逼压 结果李的侧身分球轻松化解 李推出转身太险了抓往前 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的被动 猪的网抓机会提速 李抓摆脱太想捞质量 结果出了戒 这下13比19落后的猪一下就追平了敌分 强行的南京没有打死 猪逼出几球 又是一个滑板变节奏 快速连贯上网想推 在李实在是跟随不上的情况下 猪实现的不可思议的八分大逆转 猪打得非常坚决 抱着出击的心态去打 能提速抢攻的全都提速 能连管的也都一点都不含糊 大逼分落后的情况下也不放弃 加之李的失误居然还真翻了盘 来到第二局 猪依旧是保持速度 上午不起球还是勾地脚 这下让李没有想到 猪往前争斗的比较凶 主动抢后闯机会 连后的逼押遭到了尼的反抽 也同样利用往前呼出不起球 三度网 以利用开车拉开 猪还是提速抢攻打得很凶 以继续利用快推拉开 抓白退后 上网这次是个回挫 而想保护后闯急于后退的猪 这下就被骗了 猪提速打得非常拼命 这个抽牙可惜出了边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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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凶 还有过去 这个车这ゆ共振 我们开车 这真的是七球九杀 打什么拉掉 完全就跟我们没有关系 李杰杀弹弦线线力 然后强调推出转身延续低压 猪的防守是冲的篮枪 以最后抓过度打穿 猪这个比赛打的看着就是在玩命 小团队 由于后面开始拉开调动 中刷过度 用时强攻 最终在猪争斗近往的失误中 第二局比赛结束 前面猪疯狂的提速 结果到了后面依旧是打得非常拼命 但是速度上开始变慢 事物也多了起来 来到第三局 一直接抓推 这也是一手成功打得最终 一再第三局 更多的都是打针水上的调动 拉拉 阿什麒麒麟 麗 Court 1 20 seconds Court 1 20 seconds 1 2 1 4 2 李反复加利 交助押在中后场不给上网 主动转进网 但是被反复偷了转身 第三球队里 沙千路在想之前一样全力动杀 感觉腰上还是有影响了 听沙往想吐的掌声 但是被里开始反应反抽 就在第三队的出速质量下降了非常多 沙千路疯狂激素带来的笑话实在是太大了 五 六 五 六 六 八 八 五 最终李在抓猪子推重复落点中 正常比赛结束 朱利安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冲击决心 以及打出来的疯狂强攻都非常的震撼 看出来了年轻气盛就是有冲劲 李子佳第一局在领先六分的情况下 被连砍八分击转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朱在第一局风光提速后 第二局就开始有些乏力 如果第一局能拿下 那这个对局完全就不会打得这么艰难 让我们期待接下来的龙击大战吧 好了 这个本期单卖公开赛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唱点赞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想观看其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光赢 我们下期再见